小火重生后苦等了十多年 终于等到了她前世 心心念念的财阀夫人 出现在她的今生 虽然此时的夫人 还没有前世那么高贵成熟的气质 但年轻所散发的少女感 也让小火看得失入了迷 然而 此时的夫人也发现了小火 看着原来夫人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么的霸气自信 小火真想立马抱住夫人 一口气把前世他们的缘分 全都告诉夫人 但最终 小火还是控制住了情绪 因为按照前世的时间线 今天应该就是她哥哥和夫人定亲的日子 而她之前尝试过几次去改变历史 但却都以悲剧收场 她不想夫人遭到什么不测 所以她只能强压住内心的爱意 等待更合适的机会 可让小火没有想到的是 她不改变历史 但历史却因为她改变了 她当才表现已经深深地刻入了夫人的心底 以至于 夫人到了相亲现场 一点没有给在座的财阀们面子 仅仅得哥哥一个微笑就草草了事了 而在回去的路上 夫人更是一直打听小火的信息 可这一打听夫人才发现 这个小火简直太神了 不仅五岁就帮家族压队了黑马的总统 让家族赚了五兆亿 自己更是从八岁开始就投机倒把 炒荒地皮 买冷门电影 只要她投资的 就没有少过百分之千的回报 短短十年就已经赚到万亿了 然而更让夫人钦佩的是 就是这么有钱了 小火却没有像其他财阀一样堕落堂 反而是还一直坚持努力学习 甚至还能以全国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首尔大学最难的中文系 看着这么的极品男人 夫人心里认定了 新生只有她才是那个 能配得上自己的男人 见证 女人前一世还是男人的老板 监主人 今世却化身男人的小名位 开始疯狂地追求男人 不仅每天开车接送男人上学 更是每天派人24小时跟踪男人 偷拍下男人生活中的样子给他 理解他相思之苦 甚至为了还自己清白之身 女人竟然冒着两大财阀家族翻脸的风险 擅自地找到了 已定好婚约的财阀大公子 推了家族的联姻 然而 听到这话的傻财阀哥哥 还以为女人不太了解 自己在家族长孙的地位 便特意约了女人 来到她限量版的游艇上 企图用物质告诉女人 自己才是将来万亿财富的继承人 可让这个傻哥哥没想到的是 面对他这套物质公式 女人不仅没有像平日里那些 明星明远一样迷失自我 反倒是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就这样 女人用自己霸气的心 甩掉了所有世俗家族后 准备正式的 向心上人发起最后一击 然而 当道俊看着这个 苦等了十年的前世缘分 马上要在今生重现时 道俊却开始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前几次他就尝试去改编历史 可最终的结果却和前世一样 此时的他觉得 如果不能阻止哥哥继承集团 前世哥哥的内灵 放打他和夫人这个鸳鸯的历史 可能还会在将来重演 然而 看到道俊的反应 女人就好像是心有灵犀一样 忽然就对着道俊 用最霸气的语言 说出了一句最甜的情话 我给您的供应 向心肯承担了 首先 向心肯承担决 从 ME的地方 解决 我已经知道了吗 怎么样 我可以完全没有转发的 想法 我怀疑 死人 重生后的男人终于在今生 又和财阀夫人抱在了一起 可谁知 两人经过一夜熟悉过后 女人却忽然地 打电话给男人的哥哥 主动答应了之前 早已经被他退掉的婚约 并火速地与这个不喜欢的人举办了婚礼 得知这个消息的道俊都气晕了 要不是爷爷逼着他来 他都不想参加婚礼 可此时的道俊哪里知道 其实女人的心理比他还痛苦 但为了他的将来 女人不得不这么做 原来就在那天道俊和女人温存过后 道俊把自己重生的真相都说了出来 女人这才知道 原来道俊的前世 就是因为保护他们的恋情 而被现在的哥哥所杀 然而 当女人得知道俊之所以 这么拼命努力赚钱 就想是阻止哥哥成为继承人 去改写这段历史之时 这个聪明绝顶的女人 做了一个最傻又最伟大的决定 他决定牺牲自己 潜伏进哥哥身边 好好地当一个败家媳妇 直到把哥哥从继承人上拉下来 可谁知 到了婚礼当天 女人才发现自己大意了 原来这个哥哥不仅不傻 还非常地阴毒 他早就知道了自己和道俊有事 而他之所以同意结婚 就是想借机羞辱他和道俊 看着自己主动钻进一个深深的桃 女人开始犹豫了 可以想到 财阀哥哥已经开始记恨道俊了 现在退出将来也会清算道俊 何况自己真实的动机 财阀并不知道 就算婚后财阀对自己为难 那又算什么 毕竟前世道俊还不是 为了保护自己牺牲过一次 道俊前世能做到的 自己今生也能做到 就这样 女人怀着对道俊深深的爱 握住了财阀哥哥的手 用这种最悲壮的方式 实现了自己对道俊的承诺 知道吗 我们 是一个好伙伴 只要约定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